于陵城令人神亡 有一个皇帝竟然在这里流连忘返 明正德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二十八岁的武宗来到于陵城 在怀德门上住了两个多月 他挺吃过于陵的羊道 二月很愿 皇帝诏曰 山西榆林总兵带请治军饮荒 赐玉酒 大明朝震恼 榆林的代总兵用羊道宴请武宗 后来武宗把全阳席带回京城 这就有了北京的圣兵楼 开业 祝福天花 酒香兴醇 吉封尽草 玉笔声辉 百花生艳 落水泉 红叶落泼 头头彩凤 铃罗开道 眼见台 金钱露台 满堂五福 鱼林的羊道就是用几只整羊六七复杂碎烹制出有108道佳肴的全羊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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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宗从太原带来了不少歌女与乐功 康熙年浙江嘉兴人 榆林同之谭吉聪和同志年湖南磊阳人 榆林总盯刘厚基 分别带来了平坦花鼓戏乐曲 夜半曲声听满城 说的就是后来形成的榆林小曲 曾经是榆林市民们自娱自乐的演唱形式 如今成为国家级非宜项目